接下來看到晶圓代工二哥聯電董事長洪家聰 今天是獲得了清華大學頒授名譽博士的學位 他透露了今年聯電的營收是 將破2000億元創新高 不過大陸IC的設計龍頭維爾旗下 全球第三大的影像感測晶片供應商豪威 也傳出要調整名人的晶圓代工投片量 恐怕會讓非平手機鏈後事拉緊報 一生學士服台上開心領獎 聯電董事長洪家聰 貨班清華大學名譽博士榮耀 謙虛的把一切歸功於聯電全體員工努力 現場更加碼透露好消息 今年聯電的營收有機會超過兩千 就算七十幾低 喊出2021年營收挑戰新高 就連聯電總經理簡山傑也看好 接下來的2022年依舊是強勁的一年 目前的產能確實還是供不應求 現在都是在談明年 甚至更長久的一個合作 晶圓代工旺到明年 不過大陸IC設計龍頭維爾旗下豪威 卻傳出明年起每月要大砍 晶圓代工投片量5萬片 總共它所有的投片量 一個月大概是9萬片 明年砍單5萬片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絕對不是砍台積電的單 中國大陸中芯國際這邊的比例 現在的市場的需求量非常的旺 只要它敢砍立刻其產能 被其他家一定搶掉 豪威不僅是全球第三大影像感測器供應商 市佔率高達兩成 同時也是大陸智慧型手機重要供應商 若真的砍單透露出明年大陸手機市場 恐怕依舊處於逆風期 連帶讓飛瓶陣營手機鏈 聯發科大立光 還有後段封測協力廠 同心電 金材 晶圓電等等 營運跟著拉緊報 現在雖然受到影響 但這個影響的比重 我認為沒那麼高 我們觀察明年 中長期來看 中國大陸是5G手機普及率最高的一個國家 我認為它的趨勢是仍然存在 只不過手機本來就是一個非常高度競爭的產業 全球疫情未平息 加上缺料影響 讓智慧型手機市場持續有雜音 也牽動相關概念股後世營運 東森財經新聞 楊超成 葉子晶綜合報導